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很多小伙伴会在这个上面摔跟头 首先告诉大家 在日里面见到这个R 看到没有 不是卡纳拉子 而是呢 见到R就把它读成了 它是一个了阿拉的发音 卡 拿 拉 子 这里是子哦 不是猪 不是猪 对 用呃呃呃这样的嘴型去发呲的发音 变成什么呢 变成一个呲 呲 小口音 日语的发音呢 一定一定要注意 是一个小口型的发音 嘴巴不要装那么大啦 不要是卡纳拉子 这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呢 我们就把中间的这两个字给大家学会 那这个拉和这个拉 鼻音和边音 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呢 课后可以找老师 或者说找你身边的惠日语的小伙伴 去帮你纠正好吗 因为呢 这个是需要长时间的去学习 去积累的 大家学习日语的过程中呢 也会遇到很多发音上面的一些问题 一些疑问 那老师呢 都希望你们能够找到身边的 惠日语的人去帮助大家 而不是呢 自己一个人埋头苦干 可能呢 是没有办法学会的 而且自己在自学的过程中 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对不对 那这里呢 拉和拉一定要分清楚咯 因为我见过很多很多的小伙伴 很多很多的学生会把它读成 卡纳拉子 或者卡拉拉子 那日本人是听不懂的同学们 它是一个卡纳拉子 卡纳拉子 读快一点呢 卡纳拉子 卡纳拉子 好不好 那我们继续往后面去看 那这里呢 有一个词叫做 阿姨 阿姨 对 那这个阿姨 如果说同学们打出来的话呢 可能能够打出来那个 我爱你的爱字 对 那这里呢 是一个阿姨的动词的变形 爱 就是一个去见你 这个见的意思不是会哦 不是这个会 而是见的意思 对 那我一定会去见你的 必尽管车 爱你 以区 就是去见你 爱你 以区 我去见你 明白吗 这个以区是去的意思 爱是见的意思 这个你呢 它是一个住词 一个结构住词 呢 以你的发音 以区 以区 是一个去的意思 爱你 以区 这里呢 后面有个重点啊 这里画个五角星 虽然我画的不是很好看 这里有个重点啊 这小小的字是什么呢 老师他没有发育完全吗 他是个小孩子吗 那我告诉大家 千万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小孩子 他的发音 虽然说可能大家在这句话 听到了吗 好像 老师你是没有读这个字啊 我怎么没有听到 是意思啊 是你读错了吗 让我跟大家讲 这个字呢 它是一个促音 促进的促 促进的促 音调的音 那我写出来吧 促音是一个单人旁 一个足字 我的鼠标字挺手的 所以我不想写 促音是这个促字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 什么样种感觉呢 就是大家在读它的时候 中间呢 要停顿一拍 并且呢 这个停顿不是说 这个就很奇怪 很奇怪对不对 那我们呢 首先把这个字学会 这个字它的方语呢 这个假名的方语是 大家那可以结合 英文里面不是有个 BED这个单词吗 BED对不对 BED 中间呢 这个E就是读成 AAA的方语 大家千万记住了 这里不是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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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的方语 它是一个 TU A TU A TU 那 它的一个 就是它的辅音字母 就相当于我们中文里面 讲的生母 育母 对不对 生母是T 看到没有 是TU 这样的一个方语 那我们在读 TU 的时候呢 前面有个促音 那怎么样去读呢 就是 是什么样种感觉 就是 我马上要把这个读音 读出来了 但是呢 这个读音还卡在我的嘴边 那大家 再认真地听三次 我把 我从这里开始 这样去读 好不好 三次哦 听到了吗 我读完哭的之后呢 读完哭之后呢 这个TU的发音 好像马上就 一小时就要读出来了 但是呢 停顿了一拍 但是 我不是说中间 就是一个修指幅 什么发音都没有 而是说呢 我已经做好了 去发这个TU的发音的准备 我的嘴巴是收紧的 嘴巴是在用力的 明白吗 做好了TU的嘴型 只是停顿了一下 大家能够读出来了吗 行くって 明白了吗 わかりましたか 如果说不明白的话呢 大家可以再看一遍视频 然后我们再来学习一下 好不好 那这句话呢 就这样过去的 其实挺简单的 对不对 那我们呢 先慢速的来过一遍 那我这句话我们就学到这里了 每天一几日 希望呢 希望呢 大家能够跟着一小时 一起深信 一起进入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